想赶在龙年生个龙宝宝吗 要赶快以医学的角度来推算 今天可是受孕的最后一天呢 好 医师也预估了龙年新生儿 渴望能高达24万位 不过夫妻却不打算赶在这些热潮 很多人说就是因为 之前除了尿布奶粉涨价 现在连宝宝满月要送的油饭蛋糕都要涨 龙年拼龙子 为了胜利在明年除夕前生产 可得把握今天了 这妈妈希望生一个龙子 所以把握今天最后一次的机会 来做人工受孕 那但是也有一些父母 他们希望是避开龙年 有人想生也有人不敢生 因为现在什么都长的年代 连宝宝明月礼盒也还涨 习俗儿子满月送油饭 明年夹七袜不排除下个月十号涨价 挑付多少还不确定 而生女儿送的蛋糕 老字号金格食品也在六月起 调整满二十盒以上的 股份特价价格贵十元 但实际上我们的某些礼盒 其实跟业界同业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跟它的价差 我们还比较平一十块钱以上 业者检视 其实特价变贵的都是 提盒或礼盒 因为纸张和运输成本都贵快五% 但也同时推出应饵产品 能从顾客来平衡 但有不少爸爸妈妈宁可不再生了 其实我很多朋友都不愿意生 因为也是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养小很贵 民众认为 从尿布奶粉到明月里和物价 如果再这样长下去 就算是龙年 生孩子再等等吧 中日新闻 陈建雄 陆毅 台北